我们当然是非常希望 恢复到以往大交流 跟大交往的年代 那现在呢 虽然说台湾的禁团令呢 有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其实我们看到旅行业者 只是带来更多的不便 我觉得这 不是有利于两岸的交流跟合作 那我们也谈到说呢 直航的恢复 像现在目前的贵阳 以前呢到台北 它是有直航的航班的嘛 我觉得呢 还是必须要开放路客 因为有这么多的 这样一个客源呢 才能够让航空公司有利可图嘛 它才会愿意去恢复这个航点 所以我们还是再次呼吁呢 两岸人民的交流呢 不能断 而且还要更深入 因此我们还是强烈的呼吁 尽快开放呢 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入客的自由行也好 或者是团队行也好 然后台湾的禁团令呢 其实是有名无始了 能够赶快的 把它打破这个限制